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 《香蕾相亲》 乐融518 矮杆大棒 红金凉中熟第一抗导王 本来没有 乐融农科赞助播出 感谢我们的金主 要要 我来说呀 你来听啊 今天的小伙很年轻啊 要要 你是烫着了咋 这低度 整啥了 我也讲着 就是刺闹的说 好像不太得见 我这不是为了配合 今天的嘉宾吗 嘉宾干啥的 今天这个男嘉宾呢 他是一个网络主播 平时直播的时候呢 就是这种要要 吃个闹 你看 我不太适合 你跟你一拥 整个打岔 那你就正常点说 不会吗 我不错 可上进可努力了 粉丝不少呢 大家好 我叫赵海宇 来自吉林长春 是一名在校学生 现在在兼职 做网络主播 我的性格 平时比较内向 但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略显外向 然后个人喜好 唱歌 跳舞 Rap 蓝球 现在我在奋斗阶段 希望我的姑娘 可以陪我 一起吃苦 然后陪我从衣 走到外 夏天主角赵海宇 身高一米八一 在校学生 兼职主播 月收入四千元 别看小伙还没有毕业 可是他早早就步入了社会 做过的兼职 一个手可数不过来 如此上进的小伙 择偶标准却很简单 就是希望找一个 能陪他从贫穷 走到富有的姑娘 现在姑娘已经到了 我去接一下她 哈喽 夏依达 然后那个小伙现在正在直播呢 还没下播呢 我带你去看看她工作的一个状态 走吧 哈喽 哈喽 我们过来了 然后我看你现在还在播着呢 是不是啊 对在直播 是不是还得一会儿啊 大概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就行 那你先播吧 然后一会儿我带着姑娘跟你聊一聊 感谢送个告白气球 谢谢谢谢 谢谢我接受专家 拜拜吧 我们今天我的直播就到这结束了 然后呢 明天两点同一时间 在这里相会 拜拜 没事了是不是 结束了 等半天让姑娘 然后那个这样 我给你打算介绍一下 那个男孩就是做主播行业的 叫赵海宇 女孩叫王瑞 你好 哈喽 夏侵这下 王瑞身高1米70 实习空城 约收入保密 爱情语录 我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公主 我叫王瑞 然后是一名实习空城 我是赵海宇 然后来自金银长春 然后现在在外面自主创业 就是挖掘一些自己的潜力 就是什么职业都去试一下 然后其实我的工作 现在不是特别稳定 香果在这块那个接触 主播这个行业能有多久了 接触大概有四五个月了 感觉我觉得现在就是新媒体这条路 就是包括主播是 很适合年轻人去走的一条路 它是很有前景 很有未来的这条路 我觉得我的工作 现在不是特别稳定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能是 一直陪着我 就是过苦的日子 然后也会有好的日子 我希望她是能陪我 那你一个月大概挣多少 我一个月应该是4Q吧 那还有点少吧 一个把我累起来就没有了 吃泡面呢 你没在打拼呢 是会打拼解断的 你不可能说一个 我们不可能是当啃老族 二十多岁这个年龄 本来就是一个男人最没钱的时候 那王瑞的生活状态可能是 就包括经济方面 可能是比较 比较富足的这样的是吧 对 因为我爸是开公司的 然后所以钱这方面是不用担心 所以其实说 说一句就是 就假如说我一辈子不上班 我爸都可能养得起 那是有靠过自己的努力 去赚过钱吗 这个因为我们家也不需要我挣钱 我就用我爸话来说 就是我只需要花钱就可以了 小伙儿本想找个 能陪自己一同成长 一起吃苦的姑娘 可没想到 一上来就遇到了一个家境殷实的 姑娘说话更是直接 一点没给小伙儿留面子 面对第一次见面的人 姑娘这表现可有点不大对 这是咋回事呢 咱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在那儿等了她得有十多分钟 她就一直在忙 一直在忙 太不紳士了 不紳士啊 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她 她在那儿 就是 她上这个节目的话 哪有说让一个女生 等着那么长时间的道理 而且还是站着 也没说 说给我找一个椅子什么的 而且就是一进到这个屋的时候 她自己拿了个水杯 就我在这干巴辣的坐着 也没说给我拿一杯水什么的 就觉得太不紳士了 我在直播 我是没有顾及到那些东西的 我觉得我把直播当成我工作 我就必须去好好对待她 那姑娘说的水杯的事 就是下直播之后发生的 可能是也没有注意到是吧 对 那已经不是你的工作时间了 假如说在一起之后 难道我到你的地盘 我到你的厨厨 我还需要我自己照顾我最近吗 她长相还挺符合的 但是就是 身高呢 身高也够 身高也够 但是就是聊得不是很赖 太不紳士了 太紳士了 这就完全就是大打这个后 让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嗯 那个水杯是 我觉得我也没走到位的 对 对 就是忽略了这一块是吧 对对 原来姑娘因为见面时 小伙没有及时地放下手头的直播工作 觉得没有得到重视 因此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如此一来 相亲刚一开始就撂了小伙的面子 可心里窝窝是一回事 姑娘家境一时却是事实 这样的姑娘 能是那个可以陪小伙奋斗的人吗 但是小伙是那种以世界为重的吧 嗯 先丽业后成家 嗯 那你为什么还要相亲呢 因为我想 在我出社会打拼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生 愿意一直陪着我 从我 从我打拼到工作 最后说小伙一般成就 是这个女孩在我身边 一直陪着我的 这是我这么想的原因 所以我才会来到这 那你现在经济情况你都没有 那你拿什么给这女孩未来 那不是所有女孩都像您这样 没有很多女孩都像你一样 有着公主的生活 我不是公主的生活 就是因为以前 家里介绍过一个 但是它是在创业阶段 然后之后就是可能 陪我的时间非常少 就是感觉 我就天天必须得围着它转那种 所以说我现在不想找一个天天 需要我围着它转的 我想找一个天天 它围着我转 就把我当成中心 因为我平时大事一般就是自己能做主做惯了 然后我希望我的女孩是能为我提供意见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一起把这个事研究好了 到底听谁的 就是是一个温顺的女孩吧 温柔 她这个要求温顺 这个我接受不了 就是什么事都得靠商量来解决 为什么就不能说有一些事情是听我的呢 姑娘就是想自己去做主 是这样 对 我性格就是比较强势 就什么都得听我的 那你要是错了呢 那你也得听我的 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就必须听我的 就即使错了 以后错了我也认了 但是那目前你必须听我的 那你之后会反思吗 一旦错了的话 可能会 但是会反思的 几率可能会比较小 因为从小就是养成了一种习惯 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说一就是一 说二就是二 因为就是从小陪我的时间也很少 就是他们尽量做到的就是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从小被父母重溺着长大 姑娘长久以来养成了我行我素的性格 她不仅要求对方无条件宠爱自己 还要求对方完全听从自己的意见 姑娘这两点硬性要求 小伙能接受吗 控制肯定是忙 实习的时候 他都需要跟着自己的师父来回飞 所以说我就想需要我的空闲时间 就是每天下班结束之后 你起码说有个人等着我 来接我上下班 所以说就是需要 因为你本身就很忙 需要对方完全配合你的时间 因为他一个主播 他也不需要什么时间诡调 想播就播 不想播就不播 这种东西不是像您说的这么简单的 各行有各行的诡句 各行有各行的工作的办法和工作的内容 就是不可能说你随性想播就播 不想播就不播 像你们空乘也不可能说 你这把飞机7.03起飞 你就10.03起飞 这是不可能的事 那我完全可以不干这份工作 这样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肆意恢复你的家里 但是我不行 懂了吗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创业比较为主 然后我尽量能抽出的时间 我肯定能尽量 就是不希望 一天都被他在捆绑嘛 你上班的时候可以上班 但是你也要留出一定的时间 一定相应的时间来陪我 就是说如果他要是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 他没有时间 他也会挤出时间来陪他 我感觉像他这样的女孩 不应该来找男朋友 应该来找管家 那我们两个还真是有点聊不来 可能都觉得不太合适是不是 对 三观跟价值观都不合适 两个人如果是提示点就不一样的话 咱们也没有必要谈什么三观 三观以上的事了 你可能受惯了别人给你倒水的生活 但是我可能习惯了 我把我自己填饱肚子的生活 那我们还真不太合适 哎呀 富家你遇上了穷小子 有点狗血呀 那穷小子不至于啊 就是一般家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 对不对 再说人家瑟瘦正是奋斗的年纪 谁知道将来人家条件都啥样 不尽然吧 就算是小伙子过了奋斗的年纪 我觉得俩人也未必合适 那姑娘想找啥样的你还没看明白吗 得是无限的宠着自己 要把他当成小工具 你这个事也在说到根上了 他俩不是一趟价的人 小伙子呢 就是奋斗的年纪嘛 所以事业心还挺强的 他啥都以事业为重 成天给外头忙活 小伙子那不是 我找你干啥子 不就是腾着我 爱着我 宠着我 腻着我的吗 对不对 你成天给外头忙活着忙活那 谁给家忙活我呀 那不行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嘛 这俩人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去嘛 那既然小伙子这么看重事业 接下来咱们再帮他找对象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找一个 把事业看得很重的朋友 这样的话两个人不就 没有意见上的分歧了吗 理论上是 是那你说合适 但是也不要盲目乐观 咋是不一定啊 小伙子叫赵海宇 姑娘叫王浩飞 你好 相亲对象王浩飞 身高1米65 自主创业 年薪十万家 爱情语录 没有能力弹劾爱情 那你是做什么创业 我是做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 对 就是平面类型的嘛 对 我想知道就是在你就是个人的生活当中 你的个人的脾气是怎么样 平时就是内向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可能就话多一点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 害怕有家暴的那种情况 对 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 这个不会的 这个我对我女朋友一直都是挺好的 就是给她宠承像一个小公主一样 但在外面收集我肯定不行 姑娘喜欢这样的小朋友吗 这样性格的 这样性格其实说话挺喜欢的 因为哪个女孩子都会就是喜欢一个自己特别 就是特别宠自己的一个男朋友 因为这样就是特别有安全感 姑娘喜欢有原则的小朋友吗 挺 还可以吧 我只能说还可以 因为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创业嘛 因为我肯定是会有我自己的主编 而且说实话 我也有点像大男子主义的那种 所以说我需要找一个就是能特别能拿得住我的一个人 我正好有个那个备忘户 我天天我都在看 有个标准 因为我都是按照这个来找的 我现在可以给你们读一下 说可以吧 可以啊 我第一的第一是得1.8以上 你说就是你别管我多高 但是我配你这指定够用了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不能太磕着是不是 你说太磕着 那你说我上一个朋友圈我也发不了 你说然后我出去吃个饭我领你 妈呀那长得太磕着我也领不出去 是不是 然后还有就是不能太直的 还有就是marble那种的 也不行 然后不绅士的也不行 然后还有第五是你说你不能太寒酸吗 要不然我天天养你干啥呀 是不是 你让我一个女生我天天养一个男生 那有点不太科学了吗 这就是我就是找男朋友的标准 这是我每天都必须要看的一个东西 要强化一下 对 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戒自己 按照这种标准找 他的自由标准 难不难复合 不难复合 一个女孩她的择偶标准一定要配得上她的身价 我觉得她做她这些条例什么都不过分 她长得有点就是偏寒范的那种 那你喜欢这种类型是吗 就是还可以 其实刚开始就是跟她唠嗑的时候 我也能感觉到她是一个挺上 挺上 挺上劲的一个小伙 挺上劲 对 姑娘是个很有原则性的人 即便是找对象 每一条紫偶标准都经过严格的思考 并且认真执行 为了强化记忆 姑娘每一天可都要把紫偶要求温习一遍 对于姑娘这无相紫偶要求 小伙呢可一点也不担心 自己呢是完全符合的 可是事情真像小伙想的这样简单吗 接下来姑娘可要将标准展开唠唠了 小伙你可听好了 因为妈宝男她这个定义 我大概的了解 应该是就是 就是全都听她妈妈的话 自己一点都没有出现就那种的 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你就跟你妈过去 你这边你都跟你妈过去吧 我不是妈宝男 但是我听妈妈的话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啊 就是妈宝男 当时我看了一个贴吧 就是一个男生 听妈妈的话听到什么程度 就是她妈妈说这个女朋友不行 然后这个男生 马上就跟那个女朋友婚首 然后说别跟我做了回来吧 然后那男生马上就回家去了 就是已经变成一个挺可怕的地步了 我一直听我妈妈的话是因为 我爸爸和妈妈 他们总是把意见告诉我 他们两个先总结一下意见 然后一起告诉我 他们的给的建议 老人说的话都远是对的 但是需要你这些年轻人 有一些新的理解 就是接受他们说的好的地方 然后改变他们说的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小姑娘说的 就是妈妈不太喜欢女朋友 你会遵从妈妈的意见吗 不会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年代 恋爱观和我们现在的恋爱观 绝对不是一样的 那你认为他们那时候的恋爱观 还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爸爸和我妈妈 他们两个就是 因为一带奶片 他们就在一起了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姓赵 就是跟我一样 然后他们都是满族人 他们是一个初中 一个高中 就是一直在一起 然后我爸爸当时是班长 我妈妈是文艺委员 然后他们就是 就是像青梅种马一样 你知道不 然后毕业了之后 也是很快就在一起了 然后慢慢的就是 越走越好越走越好 就这样 那奶片是什么 奶片当时 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吃的东西 就是糖 奶片 小饮料 也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好像是 这具体 我爸一跟我讲的时候 他就不跟我好好讲 然后好像是 我爸爸把奶片 放到我妈妈的桌堂里了 然后我妈妈下课一看 就可开心了 然后也知道是谁送的 那你觉得现在的恋爱观 是什么样的 就是他 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观 他们东西坏了 只想着 只想着去修 而我们这个年纪 东西坏了只想着去换 我觉得 现在就是 既然不有一部电视剧 叫闪魂吗 确实是 年纪人恋爱 是不是那么靠谱 而且不是那么能 容易走得长久的 很容易就破碎了 那你是那种 什么东西 坏了 是选择修呢 还是选择换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还是想着去修 看得出 小伙生长在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 思想比较传统 也并不是个妈宝男 这就满足了姑娘的五分之一标准 那么剩下的四个标准 小伙又是否符合呢 我是一个从一个职校 然后上了大学 当时我们 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但是我们的学校 却给我分配了酒店的行业 就是有过酒店的经历 然后在酒店工作的时候 确实是挺苦的 但是第一次尝试的工作 就是酒店 繁琐的端盘子 繁琐的上菜 记住各个包房的地点 然后一点点 也就是锻炼出来这种 在社会上 没有经历难成人 然后也是算 在那两个月 然后一个月就干成了主管 就是算小有一点成就 但我知道我的能力 不仅限于就是在这个酒店 那之后你选择了什么行业了 之后 之后从事了我自己专业的本行 就是计算机 对 那为什么又会 投身到主播的行业呢 因为 我这个人就是挺善变的 因为太枯燥了 而且还年轻 我应该再出去试试 当时我爸说一句话 就是你越早往外走 你以后吃的苦就越少 然后还有一句话是 年轻时候多学一项本领 以后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 希望我在外面工作 所受益的经验 大于工资 小伙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 这样一个小伙 是 但是 我感觉我拿不住他 他也拿不住我 为啥会这样 因为我俩有 就是自己都有自己的观念 所以说我俩 这个肯定是碰不到一起去的 比方说我 我个人 我这个事 我就必须要做 就算不管就怎么样 就再怎么拿 我就自己我一定会就自己坚持给他做下去 他挺善变的 他刚才也自己说 他挺善变的 然后他会去换另一种 然后也是 他也是年轻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打拼 这句话也是挺对的 但是因为我比他年长嘛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不会再去考虑 因为风险太大 在外面打拼的经验就是也挺多的了 也就是说会找到自己适合的行业了 有想法 以后就是不会再变了 已经有自己的那种工作的态度和想法了 也有自己的想要的去向 就是这样 就是以后年轻嘛 肯定是要折腾的 碰那些工作 学那些经验 都是以后为人处事的好利用 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方面 你跌脚了 到后面方面你也跌脚了 连跌了很多次 你还会继续做这个事吗 人生就是起落落落落落 因为之前在外面工作 就是一点一点什么苦都见过 真的是 所以说也不怕挫折 就是这条路主要认准的 就是往下往下冲吧 我也说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也是他太年轻了 他还有时间 但是我因为我现在 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工作室嘛 所以说我会一直干下去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会感觉就是岁数小的 我需要用我的时间去陪着你成长 你成长了之后 可能到最后咱俩真的不适合在一起 到最后又晃了 就会浪费时间 我把时间关拿捏的就是挺重要的 就你会有这个考虑 对 于小伙而言 如今的跌跌撞撞 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也是经验的累积 小伙想要找的对象 就是能够陪他一同 起起伏伏的人 这个人不需要走在前面 为小伙儿趟路 但要一路紧跟小伙儿的脚步前行 可乡亲姑娘浩飞是个女强人 事业趋于稳定 有自己的原则和主见 俩人这也不是一路人呢 我觉得是女嘉宾更适合我当一个事业上的朋友 对 她不适合那种陪我一起从你走到外 她只适合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 这个可以帮我一把 那个可以帮我一把 她会可以就是在工作中可以和我成为挚友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能相处的并不会很融相 就是你觉得她的起点还没有达到你理想的状态是吗 不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 懂得她就比我多 你知道吧 她有一些事她会做得比我往前 但是我不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 然后女方还在前面 对 就是我不想说我的经济条件跟她差过太大 我只希望我以后能带着她一起吃肉 又白忙活了 虽然两个人都挺看重事业 但是还没逞到一起去 你看这不符合标准吗 人小伙子有个标准 叫从一到万吗 你知道啥叫从一到万吗 从一心一意到万念俱灰 你想一遍了 人家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 就是俩人白手起家 共同奋斗 这人姑娘人家过这阶段 人家现在过得挺好 不符合条件吗 你不行 你看这小伙子想要啥 他不想让姑娘在前面给他指引方向 他在后边出了出了跟着 他希望啥呢 他在前面引路 然后姑娘跟着他的脚步 咔咔往前走 我得有主动权 对 我是大哥 得是有从一开始的状态 对 你别跟我前面比比花花的 你笑听上我后边迷子去 对 这个劲儿的是 是啊